走了走了 唱走了 除了这个瞬间以外呢 录制过程中 我现在脑子里面全是那天 最印象最深刻就是卧底那集 就卧底那集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因为我没有怎么玩过剧本 杀 就跟唐唐一样 但是我拿到了卧底这个身份的时候 我感觉如果没有唐唐救我的话 我肯定就整个就很很无聊 你找到一个很厉害的得力干将 得力干将 他为了你连杀两人我都疯了 我那我都说怎么啦 我就是因为他连杀两人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卧底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这样干是不是 普通人干不了这事 他第一个把那个施曼姐 都还觉得就是杀掉之后 太突然了 我们都还在说话呢 就是这种 看张欣诚不突然吗 张欣诚前一秒还在笑 一回来嘴面嘴里面都灌满了 他是一转身 我这个 这个真的很肥一所思 那个是很记忆深刻的 那个点 如果跟我啊 跟我身份互换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对我 对我的人生有兴趣吗 有 用你的身份去上 上所有的综艺吧 上综艺 嗯 对于我很少上太多的综艺 就像就像你 你很少 上音乐节目 音乐节目 你上去拿个麦 我换你肯定就开演唱会了 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人生无法达到的事情 因为毕竟演唱会要那么多首代表作 我只有一首跨连商演都不够 所以你就每年跨年的时候跨吗 那个那个很好的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就是 好 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录制中的某一天 你想回到哪一天 为什么 录制中的某一天 快点采访我要走了 好黑人啊 这个地方 我没有后悔的 我觉得每一期都他发生了该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都不无聊 都非常的有趣 都不回去了 他就不回去了 我觉得没必要回去 回去你就回去看回放吧 一句话总结这一次的客栈之旅 这个客栈之旅让我 对梧桐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哪方面新的认识 懂得怎么样 让嘉宾之间产生火花 火花和化学反应 我觉得这点是很棒的 而且这个大家的磁场都是非常合的 这次选人都选得非常到位 大家相处非常融洽 昨天晚上在群里面聊到一点半 凌晨一点半 在复盘卧底的那一期 你说多吓人 马上本季就要结束了 有没有什么遗憾或者还有没有做到 或者做够的事情 我觉得 基本上好像 该做的事都 该做都做了 没什么遗憾了 我觉得遗憾就是 第二季弥补 第二季弥补可以 你说这个会不会有第二季的 好像是过年那还之前 我就觉得很好看了 然后回去就把所有的加根 所有的那种抢先看那些都看了 这么厉害的一个收视 反正就是成绩还是不错的 我们这个真的是个养成的综艺 因为我们前面回到某一期 也回不去 更别说有什么遗憾了 感觉都还是不错的 老问遗憾 其实不要有遗憾 没有什么遗憾 你擅长的了 用一首自己的歌来描绘客栈之旅 你会选你的哪一首歌 白鸽 天鹅 穿梭 就很自由的感觉 我的颜色没那么多 走着唱歌 回头笑了 自由的我要你快乐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自由快乐 反正都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很享受 你看今天我们从开始录 第一期到现在 这是最后一期 就是前后是这么大的 截然不同的改变 真的就是从慢慢不熟悉 到现在非常融洽的一个家族的感觉 很有情感 好 那我的问题问完了 我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你 然后你就去再找一个别的谁 我去问星成吧 问张星成 跟AI对话小心 对 拜拜